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身着亮片鱼尾裙 秀出娇好的身材 秀发被海风吹起 优雅动人 近日 李沁出席2023湾区 旭月大湾区影视音乐盛典 活动工作室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她的模特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李沁身穿亮片鱼尾裙 裙子随着她的脚步轻轻晃动 仿佛在水中游泳 她的好身材被完美地描绘出来 身体 肚子 腿部的线条都非常漂亮 李沁的人品和条件也都非常好 她挺直身形 收起小腹 姿势优雅 尽显端庄优雅的气质 她脸上化着淡妆 嘴唇微微上扬 露出优雅的笑容 她的眼睛明亮而清澈 散发着自信和决心 晚会上 李沁还展示了一些优美的动作 比如走上舞台 摆出优雅的姿势 与观众互动等等 她的动作优雅自然 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另外 李沁的发型和妆容也非常好 她的头发被海风吹起 优雅又精致 妆容简单自然 枝须淡淡的眼线和口红 就让人感觉非常清新 总的来说 可以说李沁在这次聚会上的造型照非常不错 她身穿亮片鱼尾裙 绣出娇好身材 长发在海风中飘扬 优雅动人 她的气质和条件都很优秀 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一个非常酷的造型 相信会成为李沁球迷的谈资 2.李沁也会骑摩托车 扎苹果头穿毛衣俏皮清新 每乘一道风景线 近日 女星李沁在某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 在马路上骑摩托车的照片 最近这段时间李沁都是在剧组里面拍新戏 但是在拍摄之余也会抽时间出来散散心了 系上一次圣诞节晒照之后 这一次又开启了她的新技能骑摩托车 我真没想到李沁也会骑摩托车 虽然这种摩托车只是很平常的电动车而已 想要学会也并不难 最近李沁似乎都迷上了羊毛卷的发型了 再把刘海扎成一个苹果头的形状 太简铃可爱了 身穿印花毛衣搭配上牛仔裤 小白鞋 休闲随性的一组日常穿搭看 起来也是特别的青春有活力 开着摩托车在马路上动腾美城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李沁私底下的服装搭配 很随性自然了 再加上可爱的发型以及淡妆修饰 简铃衣十岁不止 李沁上身穿的是一件简洁款的宽松印花毛衣 设计简单宽松的毛衣 对于很多身材都有着一定的包容效果 而且遮肉显瘦也是非常容易驾驭 毛衣的衣身上点缀了小动物的印花 更显得精致时尚增添亮点 一般卡通的印花毛衣会比纯色系毛衣更显得减零 不管是作为单穿还是内搭都能够给整个造型带来更时尚减零的效果 而毛衣和牛仔裤小白鞋的搭配就是非常日常了 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喜欢这样穿 牛仔裤并不是太修身的设计更能修饰腿型 脚踩一双蓝白拼接的小白鞋 鞋子上蓝色的地方还能够呼应牛仔裤颜色 在整体的搭配上也是比较有小心机了 如果想要把造型穿得更有层次感 那么在毛衣里面进行叠穿也是可以的 李沁以往在穿毛衣时也特别擅长用毛衣和衬衫进行叠穿组合 简单的宽松毛衣里面搭配上一件翻领的衬衫 不仅显得更加的时尚 也会让造型显得更加有层次感 更显得精致 有细节的美感 而且这两年时尚圈也是越来越流行 各种衬衫毛衣卫衣的叠穿 单穿毛衣牛仔裤并不会显得很时尚 但是叠穿时髦度会更高 用毛衣和衬衫进行叠穿时 把衬衫的衣领或者袖口部分露出来 让衬衫领和袖口进行呼应 也是特别的显好看 内搭的衬衫除了纯色之外 也可以是各种立领或者领带的款式设计 让两条长长的领带放在外面 增加造型的层次感 这样看上去显得时髦多了 即使只是简单的穿着毛衣和牛仔裤 也是可以很时尚 你们觉得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